请罗议员顶层直询 时间45分钟 好 谢谢议长主席 市长 还有我们各局处首长 还有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那我就直接 直接破题了 那个哈喽 电脑荧幕 OK 这个小灯泡事件 我想 不只在座各位 全台湾的人民 大概对这个事情 印象是非常深刻 大家也非常痛心 那么 小灯泡的事件 不是发生在校园里面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 校园安全之外 不只是我们的小孩子 包括在家长面前 都有歹徒 可以拿武器攻击小朋友 甚至这个事件 小女孩 这个小孩子是 头紧 身体跟头饰 几乎被砍断的状况 这个在过去的 那个 这个 歹徒攻击小孩子 视线 这个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残忍的手段 而且是在家长的面前 如果是我 我可能就把歹徒 就地争保掉了 这个实在是天 这个人神共奉的 这个犯行 那今天 我所要讲的是说 除了我们小朋友的 校园安全之外的环境 现在连我们走在路上 我们的生活环境 都有可能遭受威胁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防范 主要是说 这些犯罪嫌疑人 这些被告 歹徒行凶之后 他们一致的说法就是 我患了精神病 我有幻听 有人叫我去杀 默认 这些歹徒 都以患精神病为由 当作脱罪 减轻或免除骑行的 借口 当然 刑法这个 关于减轻 减免其刑的这个部分 当然是 不是那么容易适用的 那个也必须经过长期 建立你确实有精神病 才有可能会去减免其刑 那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周遭 其实有很多 罹患精神病患的 朋友 家属 但其实 他们都不会讲出来 他们有去看精神科 或是有精神疾病 这个病史 我举个例子 我身旁就有个病友 本来我也不知道 他讲出来说 他当冷热 天气交替的时候 他就开始发病 他本来有正常工作 但是发病之后 他没办法工作 他只能到街上游荡 他游荡在想什么 他在街上看到 每一个女生 他自己讲得很坦白 他在街上看到 每一个女生 他都想去帮人家性侵害 我说 这个 当然最后 他是没有 没有跨过那一步 真的去实施这个犯行 但是 他讲完这个之后 我才发现多 原来 有攻击倾向的精神病患 他们满脑子 当下 在行凶之前 是满脑子想这个 只是他就差了跨越那一步 真正去实施这个犯行而已 好 那我这边就有一个疑问了 我不知道说我们的卫生局 我先 我先 我先讲 我没有歧视任何 罹患精神病 死的患者 或家属 我今天想要 提出一个探讨是说 我们各公司立医院 各公司立医院 我们登革乐通报 或是肠病毒通报 或其他法令传染病 通报的这个机制 我们卫生局 有没有这个名单说 知道说某某 可能 罹患 有攻击倾向的精神病 有自己 自我自强的倾向 那个不用讲 那可能 不大可能会去攻击别人 但是有攻击倾向的 精神病患的部分 我不知道我们卫生局 有没有这部分 统合的资料 好 请卫生局帮我回答一下 好吗 请回答 局长 谢谢主席 报告议员 那个有关于有 攻击性的精神病患的 一个倾向的资料 这个部分 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 它是结构性的精神病患 长期性的就有这个攻击倾向 还有一个是情境性的 那情境性的这个 我们先不讨论 就是攻击性的部分 那需要透过精神科通报出来 但是有一个蛮重要的是说 这些有精神病患的一个 攻击性精神病患 并不一定只是在 我们的精神科就诊 但是他们只要有通报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目前就是会 列入我们的一个追踪辅导 就译的部分 都有通报是不是 因为法令上没有规定 他们一定要通报 但是有通报一定会处理 那这部分是我们正在努力 意思是说 尤其是今年 其实在今年的一二月 我们已经 我们高雄市的一些 包括我们的凯旋医院 我们已经有写过 卫物部的一个计划 那就是说对于 类似这样子的病患 我们要更积极的处理 但是目前我想 这个寒麦店确实有 它的一个局限性 而且最主要是说 如果有医师 他没有通报出来 或是怎么样 目前并没有特别的规定 他们要强制通报 这是一个我目前要去努力的地方 好当然这只规范公立医院 私人的医院 可能就更没有这个强制定 去规范它了吗 所以我们现在努力的是说 希望的是 公私力都 改变法律的规定是说 只要医师遇到 就像医员刚刚谈到的说 他认为 因为就好像我们自杀 有自杀通报一样 对 但是自杀通报 如果他没通报 目前法令是并没有罚者的 但是我们要建立到是说 至少这个部位要 有一个强制性 那强制性出来之后 我们才能够 整个比较完整的去了解 然后也是去关怀 局长您先请坐 卫生局的收集这些资料 我想只是初步而已 那么其实 第一线去防范 或者是能够及时制止的 是我们比较辛苦的警察同仁 尤其是我们派遇所的管区 警察同仁们 他们是第一线在执法的部分 也是第一线最有 最能够有能力 去及时到现场 防范或制止的状况 发生的这个同仁 那我要讲是说 卫生局当搜集到这些资料 统整之后 有没有可能一并的 将这些资料 涉及到 我待会讲 个人资料保护法部分 一并的同步 送给这个检察局 由于是管材的派遇所管区等等 这个局长跟两位 检察局长跟委员局长 这个部分可能以后两位柜单位要去互相的去协调 包括我们法令可能要修改 局长有要说明的部分吗 请局长说明 谢谢议长 谢谢罗议员 那个自从这个小灯泡这个案例发生以后 我们市政府非常关心 这种不特定对象的攻击 那过去我们发现 确实我们有一些漏洞 那市政府就成立了一个社会安全网 这个社会安全网 由我们副秘书长来召开 那参加当会就我们警察局 校长局 卫生局 社会局 还有教育局 民政局 研考会 各有所思 那我警察局的部分 刚刚罗议员所提到的 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平台 一个资讯网 那就是卫生局所提供的这些资料 譬如说每个月 每一个季 譬如说这些精神病患 具有攻击性的 或是常常有携带武器的 棍棒的 或是发生问题的 骚扰的 把这些资料 我们都建入在这个档案里面 那由相关的教育局 社会局 按照他们的执掌 来辅导 来转介 来宣导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社会安全网 希望把过去这个漏洞补起来 好 谢谢局长 局长您先请坐 主要是说 我担心会有 我如果今天是我本人 我是有精神病患的 如果 卫生局 手上有我的资料 然后再发给 其他局处 有我的资料 那站在我是民众的想法 我想说 卫生局有我的资料 病史 病例资料 我可以理解 但是为什么其他局处 层如局长您刚所讲的 检察局也有 社会局可能也有 好 那这部分可能 病患本身不能理解 但是我想 这部分你要厘清的 法律上的疑虑是 疑虑是 精神疾病患者 个人只要保护权益 没有受损害 因为个人只要保护法呢 已经明文规定了 公务机关要执行 法定义务必要范围内 这个部分 这个时候 就可以持有 这个个人的资料 那 最主要的是说 我要讲的是 这个所谓的法定职务啊 在我们个人资料保护法 事严细则 里面规定 除了法律 授权命令 这个当然是 比较强有力的 法律保留的概念 自治条例 就是县市议会 通过了 西区通过的自治条例 包括 在各个行政机 自己内部定的自治规则 都可以 都可以列为是 法定职务的一环 换句话说 当然我希望说 警察局或者是 委员局 协调之后 尤其是警察局的这部分 以后你们可以自行 在内部拧定一个 自治规则 就是 关于 攻击性倾向 或刚刚结构性的 精神病患的部分 以后怎么去防患未来 或者是 如何的去有效 监督 或是 也不能讲监督 有效的去 在管区同仁 在巡逻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监督那一种 就是知道说 可能会有状况发生 我们能够有效的 及早的反患 另一桩悲剧的发生 这个是我今天主要是跟 警察局跟 委员局长 拜托 我们尽快领定这个部分 好不好 谢谢 下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的公共拖延制度 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 尤其是跟我个人 当然还有我们的李博弈议员 个人 息息相关 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是 刚刚是公共拖延中心 招生作业原则 这个原则在去年 就民国104年 8月17号修正通过 修正的部分是什么 针对第二大象收拖对象 申请收拖时 已出生满一个月 且未满两岁的儿童 修正前是未满三岁的儿童 但现在修成未满两岁 那这会发生 两岁到三岁这一年之间的空窗 其实这个小朋友怎么办 这部分我很想了解说 为什么社会局要把它修正为 降为两岁的 未满两岁的儿童 这部分可否局长帮我说明一下 社会局 请局长回答 报告议员 相关的法规其实就 原定就已经写得很清楚 都是未满两岁 投影中心都是只未满两岁 服务相关的一个机构 那我们全国幼儿教育及照顾法 也是本法的用词 也都是指两岁以上到 相关的这样子学前之人 那我们这次其实修订的不是法 而是我们招生的作业原则 我们招生作业原则 因为目前的我们的小朋友 太多家长可能在 拖婴中心 公托中心 到了 要离开他 他转去幼儿园的年龄的时候 他没有找到合适理想的 私立的拖婴中心 或是没有办法到公立的幼儿园 所以他会继续一直留在 我们的公托中心里面 但是其实我们的公托中心 照顾的对象是锁定在两岁以下 我们所有的活动 设施设备都是针对两岁以下 但是他没有出去之前 他其实就会一直占用 这样子的一个名额 一直到外面排队都排非常多 都一直进不来 所以我们后来修订的办法 就是希望 如果说他再进入拖婴中心的儿童 本来就已经快要满两岁 但是因为他还没满两岁 所以他是可以进来的 但是他已经快要满两岁 然后他在每一年的 4月1号到12月之前 其实就是已经要准备进入幼儿园的 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会事先通知厢长 请儿童可以转嫌到幼儿园 就读 不管是公立的或者是私立的 那我们希望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协助 尽量在我们公托中心里面的孩子 都是尽可能在两岁以下的小朋友 让这样子的设施设备环境 可以更适合他 另外我们也希望 两岁以上的孩子里面 不要在公托中心里面 占太多 只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理想的这个部分 那我知道这个部分 其实社会局跟教育局都一直在合作 怎么样辅导 让这些还没有找到他理想满意的幼儿园的 这些家长可以有更合适的一些选项 但是我们公托中心还是希望家长们可以把这样的机会保留给原来真的是要照顾的对象 所以我们在四月跟十二月之前就会开始辅导他们 他们顶多可以再多留一个学期 而不要说变成一直一直战战战到三岁 因为三岁绝对就是没有办法在我们这个里面 但是他就会多占半年至甚至到一年的时间 反而让真正需要进来的公托的孩子是进不来的 局长我能理解那个柜局修改这个招生原则招生作业原则的目的 那您刚所说这些家长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公立或私益的幼儿园 这个是社会局有问过家长的意思是不是 还是您怎么会用这个答案 您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我们会一直一直要告诉家长说 其实你的小朋友已经超过了 但是因为他进来的时候还不到两岁 但是他可以进来 去年八月份之前是到三岁 其实已经反应很多年了 因为也很多进不来的家长一直说 结果你们里面的都是一些两岁以上的在里面 然后我们真正应该用的人反而进不来 他也会觉得他们的权益受到剥夺 好局长您先请坐 我这边要讲的是说 刚刚局长提到说幼儿教育及照顾法 这个法 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法很好玩 他自己也把两岁到三岁的这一年的小朋友 列为一个 我觉得也是个问题所在 这个法根本也没有解决到什么问题 怎么说呢 我如果今天是一个私人的托婴中心 或幼儿人的这个老板 我们看 我如果招收两岁以上未满三岁的 这个我只能收十 看一下 收八个人 两岁到三岁我只能收八个人 八个人要配一个教保员 九个人以上我就要多请一个教保员 但是我如果是收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可以一般十五个人配一个教保员 换句话说 我当然只想经营三岁以上的 三岁以上我只要收十五个学生 我只要配一个教保员就好了 那反观两岁到三岁 我要八个人配一个教保员 多了一个人我要再多请一个 花了最低工资 我要多请一个教保员 这部分会造成说 各个私立的私人经营的这个机构 大概都会只收三岁以上 三岁起跳 两岁到三岁 成都刚刚局长上 我们都要拜托家长 赶快你们赶快去找 好 我找了 我两岁你们也不让我入园了 坦白讲我现在了解状况是说 大概共同中心就是 大概有点类似强迫的意思 你们就赶快去出 我们也不会接受你们注册 你们就赶快出去 东西可能就呱呱的 小朋友的那个床垫 就赶快拿回去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现在两岁到三岁 我在外面 现在三岁的这个私人的 三岁以下到两岁的这个部分 私人的机构没有 那怎么办 我跟我太太双心家庭 我只能去找我爸妈妈 万一我长辈都不在的 我能找谁 我能找无牌的 拖延中心 无牌的家庭保姆 出事 大概都是这些人出事 每次新闻都是这些人出事 这些无牌的家庭保姆 也许是阿姨阿公阿嬷之类的 他们有没有正式受过 婴儿照护的这个技术 有没有考虑这个证照 坦白讲不知道 也许90%是没有的 社会问题就发生了 好 那这部分就发生 请问之后 我们去年八月份 修这个作业原则之后 那我们跟幼儿教育 及照顾法的适用 这两个部分就发生冲突 我们社会局该怎么去做因应 有没有辅导的方式 那或者是 是不是要去向各个拖延中心 私人的 拜托 那你们是不是多争设 因为坦白讲 如果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 那这个问题 也许现在年轻的爸妈妈 我们这一辈 或下一辈年轻的爸妈 还没有遇到 或是他们更不知道 这个问题发生 那如果这个问题 一定越来越多的时候 请问一下 谁还敢生 我两岁到三岁 这个阶段 我就是没办法解决嘛 政府没办法解决 我到私人 私人也不收三岁以下的 就是没办法解决 那请问一下 我们不是鼓励生育吗 那这部分 光这个部分 是只一小部分哦 我们都没办法解决的话 请问一下 还要鼓励生育 我们 谁要去面临这个头痛的问题 局长有方式可以说明吗 局长请回答 请局长回答 谢谢预言的关心 我们其实 我们公托 然后私托 辅导 监督 甚至说我们增加 如果说他对于我们教育体系的幼儿园 还是都没有他满意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也可以协助他 有居家托育人员 当然我们都是要鼓励你要用有登记 合法有证照的 他如果真的 我们就是很努力要鼓励大家 你不要为了贪小便宜 去用没有证照的 你真的就要来拥有证照的 那这证照在哪里 然后我们定期都会去监督 我们定期会去看他们 那他的训练的时数也要到 他相关的证照也要有 他的环境 他的一些 criteria都有达到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因为的确 每个家长对于 因为我们公托 或是说我们教育体系的幼儿园 当然会可能会比私托 我们的标准会弄得更高 但是我们 还是有很多的民间 大家一起来做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希望让他们可以提升 然后我们去监督 去管理 去辅导 那如果用公托的方式 他公托或是私托的这样子的管道不行 我们就是鼓励大家用我们的居家托育人员 就是所谓以前大家俗称的保姆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现在有2484个 已经就是有license 在我们定期有登记 我们定期有去勘察 然后看他们状况的这些家长 这些托育人员 专业托育人员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善用 这个费用部分是比公托贵还是便宜 还是一样 有没有研究过 我想一对一的 当然应该费用是 是 是比较高 但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些相关的一些支出 但是他是一对一的 好 因为公托的部分一定 会到公托大概就是 我不能讲经济状况不好 但是就是大家能够能省一点钱是省一点钱 因为私利跟公利差至少差一倍以上 我所知道的 那这部分 尽量协助 因为我所知道公托的部分 现在两岁以上到三岁这个部分的小朋友 越来越多了 然后大家都面临这个问题 然后也为了这个部分 这个事情开了一个会 坦白讲 家长 主任 老师 教保姻坐在那边 已想出一个办法出来 局长您先请坐 没关系 讲出一个办法出来 然后大家就 怎么办 就制度有了问题 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来 这个部分除了协助到 家庭保姆的部分 协助到 私人这个拖婴中心机构的部分 那 有没有不足的部分呢 因为到私人机构 社会局协助我去 也许因为 费用真的太高 不是我们 我个人的负担 或者是我跟我双亲家庭 我跟我太太加起来 薪水能够负担 因为也许 不是只有小朋友啊 两双胞胎 或者是 还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部分 两个小朋友加起来的拖婴费用 拖育费用大概 超过22K 也许占了双亲家庭 夫妻的三分之一 或到一半 甚至到一半的 这个经济支出了 这边我希望私人 在想办法 那 即便可能 修回到三岁 或者是 增加教保员 增加这个 收拖的对象 儿童的人数 我想也是一个办法 大家都在集市广义以下号 好 下面一个问题 因为小朋友 所以 这个问题 跟我也息息相关 我查了一下 这个 传染病防治法 传染病防治法 规范第一类传染病 规范的四类 五类传染病 这个 肠病毒 细部 我还没有找到 那请问一下 肠病毒 属不属于 这个传染病防治法 局长 国际局长 您帮我回答来一下 好不好 请局长回答 谢谢议长 报告议员 肠病毒本身 不是法定传染病 但是肠病毒重症是 它是属于第三类 71型的 重症 它是不是 71型 而是要达到重症 那是临床诊断 就是说 确定它肠病毒 又是有重症的诊断的时候 那就属于第三类 所以 医疗院所做 遇到肠病毒患者 然后他就有 重症的迹象的话 就要通报出来 可是 除了重症之外 也是要通报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 市政府公告 以及 高雄市高级中等以下学校 及幼儿园肠病毒通报 及停课作业规定 也有规范 即便不是重症 大概有的话 迹象是就是要 确诊是就是要 大概通报了 我刚刚讲的跟医院报 刚刚讲的通报是指 那个医疗院所的通报 医疗通报 那学校的部分 就是依照这个 停课及通报的办法 去通报嘛 好 就让您做 好 所以重症 肠病毒是算以第三 第三类的 法定传染病 好 其实我们的 因为肠病毒实在是 太严重了 那今年的夏天 慢慢的进入夏天了 今年夏天 我听我认识小阿科医生讲说 今年应该是会在大流行 所以每个有小朋友的家长都人心惶惶 尤其是参加在学校上课 会有在公司里 也就是集体生活的小朋友们 好 我们刚刚是高级中等以下学校级 幼儿园 常病毒通报 及停课作业规定 规范 国小经低年级级幼儿园 同一个班级 七天内 有两名以上学童 经医师临床诊断为 手足口病 泡疹性 咽霞炎 或疑似 常病毒感染者 只要疑似 确诊为疑似 该班就停课七天 这个情况 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了 好 那 除了 患病的小朋友之外 其他同学 一样停课七天 他们也要跟着放糖病毒架就是了 现在问题就来了 当不是我小孩子患病 而是他同学患病 我们要跟着放糖病毒架的时候 我们小朋友也要在家里 我们是双性家庭 我们要临时请假 万一不能临时请假怎么办 尤其是公务员也许还好一点 但是 要公务阶级怎么办 自由业等等的这个 受薪家庭怎么办 那现在就问题来了 我们有在性别工作平衡法里面 有规范这个所谓的家庭照顾架 刚好前几天 我们的前劳工局长 总统照委员 也提到这部分 家庭照顾架在公务员有五天是给薪的 劳工是完全没有给薪的 但是 家庭照顾架又并入市价计算 好 可是现在来了 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尤其是第十二条 有规范 政府机关 民间团体 事业 或个人 不得拒绝传染病 病人就学 工作居住等 或其他不公平的待遇 违反的时候怎么办 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条说了 要处 可能当然政府机关 业主 尤其是主要是雇主的部分 属性台币一万元以上 十五万元以下罚还 要是限期一定改善 我很怀疑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一条 十二条 开立这个罚则的 有没有开罚过这个案例 这个主管机关是老公局吗 局长有没有开罚过这个案例 因为我真的没遇过 我也很好奇 有因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 当然有可能 我们刚刚行得 老公就两两两 也许扣心了 我不为了工作 只要想 我根本不敢吭声 我也不可能去检举 去老公局检举 或申诉这部分的 说家庭照顾家 不是法令规定准许的吗 即便我可能没有薪水 但是我还是要照顾我小孩子 没有人能够照顾 这个七天一个礼拜 没办法送给别人 更何况 万一我小朋友就是生病的 他不可能爬爬 那这部分我很好奇 老公局检举 有没有因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一条 用第六十条开法的这个经验 局长有吗 你有没有说明一下 老公局长 请局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罗议员 那么信聘法是我们主管的 刚才议员提到 另外那个刘信聘 不是我们主管的 所以传染病防治法开法 不是老公局开法 不是 属卫生局开法吗 那不然呢 我很好奇 这个部分是谁开法的 因为员工申诉 已经到老公局申诉嘛 所以开法是被移到 卫生局去开法的 不知道 我们是依照信聘法来做处理 好 所以坦白讲 局长您先做 坦白讲 这个传染病防治法第十条 可能用这个条款来开法的 可能是零 但当然用信聘工作平等法 信聘法来开法 一定有 那只是多吗 你看到 信聘工作平等法第十条规定是 受雇者与其家庭成员 接预防接种或发生严重的疾病 或其他重大事故 顾虚亲自照顾时 得请家庭照顾嫁 请假日处并入试驾办理 全年以七天为限 那这部分 劳工局有开法过吗 局长 请局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委员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开法过 还没有开法过 好 局长您先做 所以 你要知道我们的劳工朋友 很辛苦 我们都是为了混口饭吃 为了这七天跟老板杠上 坦白讲 被扣心 如果是我 我大概也愿意 就吞了 可是 长期下来 这不是办法 因为 确实 肠病毒 虽然肠病毒有很多种 重症肠病毒 可能就 那几席 但是一不小心 还是会 小朋友还是会生重病 那这部分 我觉得 当然可能不会是 我们议会的责任而已 中央的立法委员的责任也有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可否 拧定一个 或者是 由劳工局 去发函 或去协调 各个事业主管 事业主 那跟他们告诉说 请确实 体谅我们的员工 因为小朋友 或家庭 有重大事故 或严重疾病的时候 那 不要那么苛刻了 我讲的就是这样子 那么 这个有薪假 我刚刚提到说 中总赵委员提到的是 有薪假的部分 当然是中央的部分 那 劳工局 有可能跟事业主 协调的可能吗 至少不要扣薪就好了 你不给薪 也许 不要扣薪就好了 那当然 继续给有薪假 比照公务员办理 有这可能吗 局长 局长请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罗议员 那么目前的性贫乏规定是 家庭照顾是 不用给薪水了 那假设要改进 有薪的话 必须修凡 修正性贫高度 平衡法第二十条规定 是 好 就要你先做 那这样问题又来了 公务人员可能比较好一点 劳工朋友大概没办法了 就只能这样子了 因为修法以前大概 我们只能记录在 中央上委员提案 三读立法 赶快通过 现在问题来 国中小老师 甚至高中老师 其实公驾派带 我所能 我所知道公驾派带的状况 其实越来越少了 因为只能公驾 然后派带个老师 所以我自己当老师 我不用再贴钱 请代课帮我上课 一样 国中小 高国中小老师的小孩子 发生肠病毒 或是其他疾病 停课 他必须在家照顾请假 也是请家庭照顾假 那 他当然也是公务员 可能又给薪水 但是那个薪水 基本上就是 拿来请代课了 这个部分 立法的美意在 可是实际上实施的状况 就是有这些问题发生 那这部分我觉得 坦白讲 我也觉得 我想说也是呼吁一下 我们地方 反映到中央去 那 也跟中央说 其实法令在那边 事实上发生 理论永远是理论 实际永远是实际 理论面是很好 实际面就是不好 这个情况 慢慢的 慢慢的 也不能 也不能慢慢 要赶快的把它改进掉了 那我希望劳工局 这部分能够重视 然后 然后 向中央呼吁说 这个部分赶快 进入通过 好不好 谢谢 那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有很多 闲置的校舍 现在 520 小英政府 要上任了 小英总统呢 他讲了我们的 十年长刀计划 我 这部分 我虽然 Ponpoint没有做 但是我临时 我注意到这个问题是说 在荷兰 在荷兰有这样子 有这样的体制 他们的教育局 教育机构 结合养老院 怎么说呢 留学生也好 或者是大学生来 抽不到宿舍 也许在国外 我没有去国外念过宿舍 也许在国外的宿舍 要抽 然后 当然比较便宜 这样的房子可能就很贵 那 国外的养老院 尤其是荷兰 养老院 提供免费的房间 给你们大学生 或研究生 给你们住 但是 你们有条件 你们要陪伴 这些长辈 陪他们吃饭也好 帮他们庆生 陪他们聊天 看球赛等等 叫他们使用电脑 上网等等 有这个计划在 那么 坦白说 我当然 不知道 可能各国民情不同 那我们的长辈 我就想到这个部分 我们长辈 现在进养老 安养机构 或是 其实很年轻 都退休的长辈 也很多 除了在家 变音 那 那 退休之后 其实也是伸长体壮 那可能就跟朋友 去 去看看电影 流餐玩水 等等的 如果 我们的闲置校舍 真的这么多 那如果我们把它改建 那 教育局 社会局 相关单位 我们协调 是不是 成立了一个养小中心 那 长照配合 小型政府 长照计划实施 再加上 如果有留学生 或者是 我们的高中生 要 升学 现在国中生 小学生 都有升学 因为升学 国中生 高中生 因为升学呢 到私职会 到扶伦社 去参加公益活动 就只为了拿 那一个证明 帮他们申请到 好的学校 他们理想中的学校 就是这样子 可是 坦白讲 扶伦社 私职会 的公益活动 就是那么一天而已 也许去哪里 发个 养护中心 发个谜 或者去 捐个物资 给其他机构 这样就成立一个 就拿了一个证明书 然后呢 拿那个证明书 去申请 学校 推增 那我觉得 这个部分是没有意义的 倒不如 即便现在已经有两老院 我们就 问问看 教育局这份 可以跟各高中国中 小学生 当然不用了 高中国中的 学生说明 把这个部分 如果列为一个 选修 或者是 你们为了要拿到个 公益活动的 这个 这个证明 去陪陪老人家 也许陪他们聊天 老人家就很开心了 叫他们上网 帮他们庆生 那 更好当然是 照顾他们 好 一天的时间 我不要求几天 一天时间就好了 照顾他们 学习 如何去 孝敬长辈 这个是我初步 看到的 这个荷兰 这个政策 然后我觉得 值得提出来讲 尤其是 长照 高龄化的社会 长照计划 已经是 是在必行的部分 那 这部分不好意思 因为我临时提出来 那社会局长 教育局长 有没有这种 idea 说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以后可以 有还是你们 现在已经有初步的计划 也有过想 其实你们也有想过 这个部分了 局长 小局长 要不要说明一下 请局长说明 谢谢议员的关心 其实我们空间活化的 这个部分 来运用 这些 不管是 闲置空间 低度运用空间 或是多元活化 这个部分 是否 一直以来 都一直在努力 而且除了 我们在一些 少子化的一些空间 的 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而校舍 有可以提供出来之外 其实我们 还包括很多 不管是 区里面的一些单位 甚至说 金发局的 都发局的 甚至环保局的 我们有很多 各种的不同的空间 我们甚至还跟 荣家 然后还甚至跟国防部 我们跟很多的 不同的地方 我们全部都在盘点 高雄市内 目前怎么样可以把 可以运用的空间 来多元运用 在我们的社会福利的 推广上 除了议员您刚刚说的 老人的福利之外 我们还有包括 公托中心 包括我们育儿资源中心 新住民的中心 然后还有包括 我们食物银行 然后还包括 我们很多 救灾防救灾的 一些据点 那甚至还有一些 身心障碍的 日间的一些 相关的服务 或是小座的机构 或是社区照顾据点 其实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上次有在跟其他的县市 在分享这样子的经验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的感动 说高雄市在整体跨局处 在配合市长 这样子的指示之下 其实我们做了 非常非常多的进展 那如果预言想多知道 我们可以再整理资料 提供给议员 好 谢谢姚局长 教委局我刚刚讲的是说 重点是说这个国中高中的 局长这部分是不是有个 至少我提出一个方针 大概我们朝这个目标来 来迈进 请局长 范局长 请回答 好 谢谢主席 谢谢罗议员 刚刚提到荷兰的这个经验 其实就像刚刚姚局长说的 我们是盘点所有的闲置的空间 那另外以这个社会局 来做一个规划 就是哪些区域 其实我们要增涉 那增涉之后 有些部分是属于像 大同国小 现在是大同医院进驻 做一个老人日拓中心 他就是比较倾向 专业性的人员的配置 但是在这个中心里头 如果让国高中生都能够以服务社团的精神 进到这个日拓中心 陪伴老人半天一天 这都是可行的方向 我们未来大概都会鼓励各校的服务制 服务的社团 服务的志工 尽量往这些机构去 就是学校服务的社团部分 那如果把它纳入成 大概选修课程之类的 有可能吗 这个有签到中央反应 其实所谓选修课程 就是学校有自己的发展的特色 它的特色如果是鼓励志工 其实学生就会把它当作 他的学习一环 有的是当作他的作业的一环 他必须去做志愿服务的 那有一个基金会 像玛利亚基金会 我参与他们的活动 他是所有的全国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提公益提案 所以他提了非常多元的公益的提案 然后整个参与的学校 大概全国性的 大概有280所 大概有6万个学生参与 我觉得这一个方向很好 很想把它移来高雄来推动 就小学五年级学生就全部都有提 自己讨论出来的公益的服务方案 那到了国中高中 那就应该更增强 是 局长这部分我乐观其成 局长您先做 谢谢 好 最后一点时间我想 我很高兴看到我们 市府的优秀的局长 副市长 能够到中央 尽一份心理 那这部分其实 过去八年我想百费代举 所有上去服务的局长们 副市长们 一定会很辛苦 那其实 我想 很期许 也很希望他们真的 能够除了台湾的百费已经举起来之后 重视我们高雄市 我们高雄市资源的分配的部分 那这部分最后一点时间我想 市长有没有的话要说明 关于我们的局长们副市长们上去之后 该怎么去对高雄市做出建设性的 的的的的行为 副市长 市长要说明吗 还是请市长说明 请副市长先说明 市长请说明 好 谢谢议长 谢谢罗议员 高雄市政府的团队 从踏入高雄市政府到现在 包括这个中间县市合并 前后历经十年了 那这个团队 当然我们有默契 我们有目标 有价值跟方向 所以中央这一次的对于 我们若干的同仁 他们要借价 那其实 我们一方面 心情是一方面 当然 市府的团队 如果扮演不同的角色 当然对高雄有帮助了解高雄 这是好事 不过 如果要借太多 这样会影响我们市政的运作 我们连不全然都同意 那如果每个市府的团队都很优秀 留在高雄努力的 有它的功能 如果到中央的 也有它不同的人生的规划 我们高雄市政府在这个部分 都是认为这是高雄团队 高雄的经验的延伸 那我们给留在高雄市政府继续努力的同仁 我们给他们高度的鼓励 但是要到中央的 我们也给他高度的祝福 我觉得中央地方 大家为了整体区域的发展 高雄的发展 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我们可以团结 我们可以合作 能够让高雄欢转 高雄产业的转变提升等等 高雄这个大家都可以合作 所以我想我对于若干的同仁 像我们吴峰某副市长 他们很快 大概明天他们就离开 但是他们在高雄十年的经验 在高雄十年高雄 几乎人生最好的岁月 都为高雄努力 我想一样的 我相信他们这些经验 在未来在中央 一定会替南方发生 一定会替高雄出生 我想这一点 我有高度的期待 谢谢 谢谢罗领程议员 休息十分钟